大家好,我是刀蘭藝術小監兵業早晃 今天我要介紹的是波雪谷的來源春色 波雪谷生於台北大道城 在入新工學校就讀 老師發現到具有繪畫方面的才華 開始指導才學習藝術 畢業後,在自己家自修繪畫 16歲時以拜菜雪溪為師 入雪溪管席 蔡雪溪多才多藝 是當時有名的職業畫家 他並為波氏曲尼雪谷 開啟波雪谷藝術之路的大馬 這幅畫是波雪谷在1939年以交彩畫中 你知道這幅畫是台灣何處的風景呢? 這幅畫是著名的霧風林家花園中的來源 這幅畫是波雪谷在霧風林家花園遊玩時的作品 曬魚御用色彩 它御用溫和的綠紅色料 展現春天的花園地 為了表現出古裝斑薄 還有樹幹樹皮的層次感 先塗上一層底色 再擦臉同樣色系中較深色 布布前聖廟的一對點 強調出古裝斑薄的情緒性感 讓整幅畫有了斑薄之處 我的導覽到此解釋 謝謝大家